二战时的日本侵略了很多的国家,并且都十分顺利地获得了胜利,这也使得日本这个小岛国一下子变得膨胀和猖獗,日本曾经还企图侵占澳大利亚当时的日本野心很大,虽然实力是有的,在面对有的国家依然还是不敌的,比如澳大利亚,就狠狠地教训了日本,让人称快,澳大利亚的建立者是一群囚犯,自然这个国家也不是好惹的,两国交战,澳大利亚将日本打败并且将是能入住了日本本土,还在其国土内贴上, 无辱性的标派,以此来表示对日本人的鄙视,对于日本这种美人性的国家,就该用比他更强硬更凶准的方式对待,澳大利亚杀日军也是毫不留情,二十末日军被澳大利亚杀的只剩下一末多,战后澳大利亚也是处决日本战犯最多的国家,可以说澳大利亚是日本人的落梦了,日本投降后,美澳两国进军日本,美国队在日本还算仁慈,只要一些钱和女人,而澳大利亚则是想方设法的折磨日本人,完全把日本当做自己, 的殖民地,想干石磨就干石磨,日本人很是惧怕澳军,只好去求美国帮忙劝澳大利亚车军,最终激进轴折,才把澳军劝走,面对其他国家,如此的残暴和灭绝人性,日本也有被羞辱的时候,这件事让日本人至今还厚怕,一直被日本人当做耻辱,其他国家却是拍手叫绝,日本犯下了太多的罪行,恶有恶报,或许对待这种残暴的民族就不该太仁慈, 感谢观看